各位,你在聽我們講的鐵人上,其實最辛苦的都不是剛剛游泳、跑步或騎車 而是去報道的那段時間 因為昨天,不是昨天,星期六在宜蘭,天氣很熱,大太陽 那因為我們第一項目是游泳 那你從那個準備區到湖邊要準備游泳的時候 你得光著腳走到那個地方 所以那時候最痛苦的其實是光著腳走在那大馬路的柏游路上腳踏 那我覺得整個鐵人上下是最艱苦的部分 最艱苦的部分,你完全沒有游泳到,原來是腳走在柏游路上發燙 可是這樣不是很好嗎?可以順便殺菌啊,國外都有熱死療法耶 是啊,是是是,香港腳的梅菌通路巴 對,完全殺菌不是很好嗎? 這主辦單位也有意思,叫我們一個秘訣 什麼樣的秘訣? 各位選手,不要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 腳起來跳一跳,動一動,還會燙傷 不是,你不能先穿的腳腳拖鞋嗎? 當然不行,馬上就下湖 簡便型的拖鞋之類的 看起來700多人從那個準備區走到湖邊 每一個人腳都在那邊跳來跳來跳 邊走邊跳 明明是參加鐵人身像一個正大光明的活動 每一個人的表情像賊一樣 我覺得這個時候就很需要穿那種半電腹的白色紙拖鞋 好歹有點幫助嘛 白色紙拖鞋 對啊 你是到湖裡面去游泳,你還穿白色紙拖鞋 你在這個狀況我想到一句成語 什麼? 下湖之前,我們不是萬頭鑽洞嗎? 然後大火腳跳跳跳跳跳 熱鍋上的螞蟻怎麼樣? 真的是熱鍋上的螞蟻